慢性直肠炎多久会癌变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学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肠道的炎症一般来讲 与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肠道粘膜一直在工作状态 做病例检查都会是慢性的炎症 但是炎症很重的情况下 会引起细胞的增生 发生不典型的增生 最后可以导致吸入的形成 然后到早些癌变 进染细癌 晚些癌 是有一定的概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